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很有格调 就是没有什么领导官员那些过来 就是主要有些教授跟学生 我想起最近判了一个强奸的叫宋山墓 说是当年有个宋山墓楼 是不是就在你们学校 对 现在被取消掉 这什么话 人家刚说庆祝的校庆 师生同乐很高兴 你一来就跟他说 你们是不是有个跟你们有关系的人 刚刚强奸入狱 哪有像你这样 这叫哪壶不该进哪壶 学校培养各种各样的人 也要培养反面教材 只有徐子东也有强奸犯 我跟你说 这个名人不见得都是正面的教材 而且有时候名人的家底 比较寒碜 不过回去之前 我其实还有一点作为一个本分 作为一个任务这样回去 因为他们说 但是回去以后真的是一种享受 我体会到那个气氛 你想想象不到 当你融入到那个一万人的会场的时候 就是人生两大乐事在一起 一是感恩 你这个时候你想到感恩 因为你的人生最重要的很多事情是在母校决定的 第二是青春 怀念青春 所有人当时在的人 他们是纪念青春 对不对 他们现在庆祝青春 感恩跟青春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回去的时候 我就是到现场的时候 我还是还是蛮感动 没错 我觉得你这两种心情 最近有一个叫邓建国的人 也有 你看 他 这个人就是 他娶了 不是 他娶了一个19岁的新娘 对 你想这个婚礼上 岂不是感恩和青春吗 对 是吗 他感什么恩呢 哎呦 人家 我现在要有一个19岁的小妹妹 愿意跟我好 我很感恩 我这么老了 他还能够喜欢我 很感恩 亵渎了这两个 而且我的青春 我靠抱抱他 我就有了吗 那个是补救青春 那是当补药吃 对 但是呢 就是 而且你就发现呢 你不知道压力有多大 为什么我就说这个邓建国了 因为邓建国在我们内地 不大不小 也算个名人 特别是很多 名什么 我从来没听说过 对 其实我也不认识他 很多演员 很多 这都是现在这种渔民政策搞出来 娱乐的渔啊 就渔民政策搞出来 把这种算作名人 真是莫名其妙 不是啊 他有两个外号 一个叫影视大鳄 一个叫炒作大王 至少很多名人是认识他的 你知道吗 比如说做什么 他影视大鳄 当年在广州 我也知道 他投资拍电视剧啊 叫什么巨星影业公司啊 那个时候好像就在朱营附近 我都知道 架子搭得很大啊 拍什么 季晓兰啊 什么的电视联系 铁嘴同家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季晓兰 反正是个季晓兰吧 拍过一些 拍过一些呢 但是他最近让他最出名的事 还不是他19岁新娘的这个婚礼 而是在飞机上啊 给法院的警察 带走了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你看 这照片里边这扮相 跟电视剧里也没什么样样 不是拍电视剧吗 他就是这达板 当时呢 正在早上7点40分吧 好像是在白云机场 他正要去参加一个选美大赛 受邀 头等舱 头等舱 然后呢 这个坐在后排 还有两名壮硕的年轻男子 需要一件警察把他带走 那俩男子可能是保镖啊 还是跟班啊 要跟随 然后警察说不必了 你们不是协助调查对象 俩大汉就走了 然后为什么呢 就是广州中院的执行法官 当场向他宣布拘留决定书 就拘留15天 怎么了 因为什么呢 违反了限制高消费令 哦 我才知道啊 他欠人家钱 他欠人家钱呢 法院这一查你要还呢 他当年也是为了投电视剧啊 借人200万 借人200万 然后利息呢 是25% 而且还规定要违约金 什么60万 最后就没还嘛 高利贷了 这很高 对啊 就这样嘛 在温州借的 在广州借的 都是州 跟老黄借的 那借了之后呢 你看 还不上 就不还嘛 不还 然后人家到法院 法院这一查呀 所以你看 现在很多人呢 这个外面的架子大呀 法院一查 他做这么大事业的人啊 银行的存款 就剩下 一万八 啊 这有什么奇怪 他你上次不说 你认识一个上亿的人 银行存款才八千吗 他就交给我嘛 说这个钱呢 不要放在银行 他说你知道我的钱 我银行存款 现金开始是多少 我多少 他说几千块钱 他都是钱呢 都在房产 证券 各个多少个篮子里 说现在把钱存在银行 是最傻的 因为没有利息 而且钱天天在贬值啊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大款 所以人家 邓建国是聪明人 而且呢 你看人家聪明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不还 不还 不是 然后呢 咱知道啊 这个你们待会可以介绍一下 香港人过去有这个 原来广州法院也有这个 就是你要还不清啊 有一个限制高消费令 有人盯着你 不能坐飞机 不能坐软卧 坐船 二等以上的仓位 不能坐 禁止你在星级以上的宾馆 酒店消费 买楼买车 这些高消费 都不行的 都不行 那然后呢 就出现这个问题 钱一阵他也挺高调 他娶了个19岁的新娘 说那是怎么回事呢 那不一盯就说 你这个大百宴席的 怎么不还钱啊 原来呢 他为了他这个婚礼啊 据报道了 他又去找那个债权人去了 跟那个债权人商量 就是咱们定个还钱的步骤 我肯定还 先还多少 后还多少 怎么怎么样 你先让我啊 把这个婚礼办了 行 这个债权人向法院表示说 可以 让他结婚吧 来 他就结了婚 但结婚之后呢 还没还 这下法院 就一直 你坐飞机 你坐头等舱啊 可是这个香港 也有类似的法律 但香港这个高消费的限制 或者其实很多国家 包括以前 我看美国也很流行 都是你破产 要破产 就是你有没有 不是说你欠债 就不能高消费 而是你必须被申请了 破产了 那你破产之后 你要首先的任务 就是有钱要还钱嘛 对不对 那这段期间 你就不能高消费 比如说打低就不行了 那么我们 我在香港 你可能也认识 阿B 我记得 不是 还不是阿B 我们认圈里的一个朋友 有一个九十年代的时候 争了股神嘛 以前也是写评论的 后来变了股神 那么一天到晚在电台 招人炒股 结果一个金融风暴一来 破产了 破产之后 那一阵子 我们每次看到他 我的钱 就我们照顾他 坐计程车什么的 那个时候 我在深圳也有 我就见到 我有个朋友 从香港过来 到深圳吃好吃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就说 他在香港宣布 不行 破产嘛 破产就是你到茶楼 你吃饭 什么还要规定的 非常细致 就是到什么茶楼 好像说四个人一桌的 反正要是你买单就不行 他跑到深圳来 都是让深圳的朋友 请他吃好吃的 你是真可怜 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钟正涛某局 那个时候他这个例子 因为他那个 有那个B嫂 很出名吧 买名牌包什么什么 所以他们 他那个时候 就申请破产 破产是几年以后 就可以取消的 六年还是几年 可以翻身吧 好像五年还六年 五年六年 它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欠了 一屁股债 你一破产了 这些债都取消了 对 你只要熬过这五年 对 然后你又是好汗一条了 没错 你又可以重新的 你前面的债都不算了 就算假如说 假如说你现在 欠了几千万的债 你只要熬这五年 对 之前的几千万债 就失败了 没错 当然了 他们会查到你这个钱 不能说我借给 两位到将来再还给我 这个是不行的 他肯定有一套查 但五年以后 这也是给出路的政策 这个东西 是一套市场经济的 一个观念 我觉得 这市场经济里面 什么观念 就跟过去不要 过去这个债 跟着你一屁股 一辈子到死为止 要逼死你 到时候还负债 还得止仓 是吧 没错 那现在他这个观念是这样 他把一个人的人格 跟他的财产法人的身份 分开了 分开来处理 那这套东西呢 在美国呢 就变成非常美国化 我觉得现在全世界 这个破产文化都很美国 美国是什么东西 就像美国现在政府一样 欠一屁股债 他不管 我照要印钞票 该花的还花 该给花红 照给花红 美国人多爱破产 你知道吗 我们那时候 住美国的时候就是 碰到好多人 比如说他们 我看他们明明 没什么收入 搞一堆信用卡 买这个 买这个 买那个 然后钱都 全都爆了 那后来我问他们说 那怎么办 他说破产呗 破产就没事了 破产两三年了 他们还就搞定 强调credit 就是你有信用 信用卡 信用卡 就是你有信用 所以他随便 买个什么东西 不要买个微波炉 买个电视机 买个暖炉 都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搞了一大堆 我开始想 这么点钱 分期付款干什么 他说你付钱 那时候阿诚还教我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他说你分期 分期了以后 你就有一个好的credit 就是有一个好的信用 因为你保证每个月 慢慢还 他反正不求利息的 你一百块 你何必一下子付呢 你分十次付 每次十块钱 然后在美国 他有一套东西 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买房子 买车 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那个机构 可以通过一个 什么大的机构 来查到你的信用 那个credit是通的吗 那个credit 全部是通的 叫社会安全号码 他一查到 你这种买什么东西 都借钱的 最后都烦清的 这种就叫好credit 你什么钱都没借过 这个人没有credit 所以你没有信用 反而不好 所以搞得全美国人民 以借债为荣 没错 包括现在都借到 我们中国头上来 对啊 现在全世界都是这个规律 借债的是盐 是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还别说 徐老师 我说你们上海 有点好话 上海的这个法 我不能说我们上海 因为我现在在上海 没有任何法律关系 我不能贪伟大的上海 为我们 对 我觉得韩正不批准 对 但是你的根 根是上海根 是吗 我跟你说 上海要不说会算账啊 表现在啊 他这个上海有个法官 我跟你讲 这个新闻 我还专门抄下来 我觉得真是啊 这个上海人的爱心呢 还是什么 全在里头了 上海某个法院 执行一起案件 冻结被告账户 就冻结被告账户里啊 有两万股票 这个被告 现在就已经资不抵债了 那么法院 法官看到 当时正好这个股市啊 是一泻千里 说 把他这个两万股票 全抛了呀 也不足以抵债 于是呢 法官沈国敏先生 沈法官 平常就爱炒股票 这方面非常了解 就说先买给我吧 对 没什么事 法官沈国敏 仔细研究之后认为 该股票 有较大的上升潜力 决定暂不抛售 果然数月后还是数日后 该股票逆势而上 迎来了涨停板 股票抛了 债还掉了 这个看似完美的结局 却引来了非议 就是有人疑惑 说法官花大量时间 惊演股票 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沈法官说 这个只能凭法官自己的判断 那意思 我还帮你把这债全还了 法官要是他自己没有买下来 对啊 他没错 他是有爱心吗 他在衡量这个 这个人的财产的时候 对啊 他比较有经济头脑 他自由财量权嘛 不是 我说这上海法官 但这个自由财量不是要用 我有点怀疑 为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在于就是 他这个股票要卖的那个时机 应该是有个法律限制的 也许中国今天这方面 还不是太完美 我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你法官 不应该去帮这个人去判断 你手上这笔股票 什么时候卖 你想能赚 这个东西 能够让法官去帮你 这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好处 什么事情就是灵活 灵活 就美国模式 他死板 没错 他一定要这个时候 而且你们光讲程序 结果是好的 结果 结果是好的 我最近 最近有个朋友到香港来坐飞机 回去跟我抱怨 他说就在个飞机 就是那个 差一分钟 就不让他登机了 可是他的行李已经进去了 那为了要把这个行李找出来 大家都很麻烦 他说为什么就这差一分钟 我就看到了 还不让我进去呢 他说 我说香港机场 现在这几年 一直是世界上第一号 最好的机场 他说好什么呀 你看 跟我讲了一大堆 后来我跟他解释 我说香港机场的人员 他是这样的 你过了这个时间 我要放你进去 我的错 当然我不放你进去 拿行李 这个跟我没关系 对不对 我造足了这个章程 这就是造足了章程 这个就是香港人 已经被英国人的这套管理 已经学得很好了 管好脑子了 咱中国人就灵活 你知道吧 我们在这种时候 如果香港也这么灵活 我们的机场就不可能 每年拿第一 对 所以你看看 这个法官这样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 你说香港现在最高法院 也判一个案子 我跟你讲 这在香港也引起议论 咱说有钱 近年都说大陆富豪 咱们现在也帮着香港富豪 来这个什么什么 吹嘘吹嘘一下 都说什么大陆富豪有钱 我跟你说 真的闷声大发财的 我看还是香港人 香港左敦 横峰酒店后人 李德义之子李建勤的离婚案 听都没听过 这你不需要听说 这需要不需要听说 你要听说 他的前妻 曾昭颖 离婚之后 在法庭上 就要这个离婚费 赡养费 赡养费 怎么报的这个数 我们先看看照片吧 这个 这就是他的这个前妻 曾昭颖 被称为恒生的前媳妇 然后呢 再看下边 这是他的这个前夫了 这确实是有钱 你看 涨了就有钱 涨了就有钱 后头也有钱 你看 这三个八呢 那都是跑车什么的 跑车后边还有车的用人 是吧 而且都是外 后边路感觉都是他们家的 然后呢 你再看下边 好 在法庭上 这个他声称离婚后 他要花的钱 买船给女儿周末出海 要一千 一千五百万 不是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 每年要带女儿外出度假 这需要一千二百七十万 每年买三呢 不是光买衬衫啊 就买衣服 买手袋 这还花的不多吗 才五百一十六万 然后 跟郭美美差不多 消遣娱乐二百四十万 食物开支 一百八十万 给女儿请保姆 六十九万 三只狗 每年的赡养费 饲养费 十四万 他的三只狗的赡养费 比我养自己还贵 对 我看他最节省的 就是每个月到餐厅用餐 爆的是五万 五万港币 比较克制 这方面 这就是在法院提出来的 说 这个我要买半衫 保云道 一幢五千平方尺的大屋 要求前夫 支付六个亿买楼 但是前夫的律师批评他 说你这个太腐败了 对吧 你用不着住五千平方尺的 你住三千到四千平方尺的 已经够了 我的天哪 而且我还注意到 他说那个出外旅游 因为庭上也在讨论 为什么要一千五百万 是吧 一千两百七十六万 对 每年出外带女儿出外旅游 怎么会搞那么贵 他有解释 他说那是因为 比如说去年 怎么会搞那么贵 他有个时数的 这是有证据可循的 他说那是因为 他以前跟他老公 就是他前夫 就是这样出去的 对 去过马尔代夫 一个岛 哎呀 住了一个岛 觉得很舒服 说身为父母 不带女儿去一回呢 很对不起女儿嘛 对不对 那么出于爱女儿的心情 那么也就带女儿去了一回 还好像还去了三回 所以得花这个钱 是有道理的人家 这些都是律师的game 就律师呢 帮他争取到越多的钱呢 律师拿这个用金也就越多 对 那么律师呢 他是按照他们一套游戏规则 这套游戏规则有个基本原理 就是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怎么花钱的 那你分开以后 他也得这样花 就是我不会降低 我原来的生活 就你要 就要保持你的这个 life quality 就你要保持你的生活质量 所以呢 这些男的呢 要是你想要离婚呢 你之前就别花太多的钱 你花太多的钱 将来就得花一辈子的 他对 他是根据两口子一块过的生活 住的条件 玩的条件 度假的条件 来决定婚后 他永远能过这个生活 估计这个男的呢 以前也买过一个船 那女儿呢 也坐过一次 那结果你惨了 他花船是很大 估计那男的吃饭的机会不太多 所以他吃饭的开销也不太大 所以你注意看 为什么我们看一些电影里面 比如说像香港也好 美国也好 因为我们的模式都一样 这方面 你会注意到很多人 为什么说这个男的离了婚之后 男的住一个特别小 特别破的一个小楼 女的住得很好 活得很好 为什么 这是因为没错 他的确要让你保证 以前我们没离婚的时候 大家过得好日子 但是由于为了要让你离婚之后 仍然过这个好日子 那男的就得过得很惨 那男的就没有这个好日子 没错 因为他是假定你男的收入 是在那个时候这样说 那么你男的如果不能保证 你都有那个收入的话 那以后女的就一直这样生活 男的就过得很惨 真的 我都认识你 所以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近这个对于婚姻法的最新解释 是很必要的 很及时的 枪枪三言行 广告结合见 这才叫男人的悲哀 对啊 谁说女人 到底谁吃亏 所以不管谁吃亏 我觉得我们活在中国很幸福 就全世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真正为对男人好的国家 是吗 对不对 比如说离婚这房子还归男的 你说是吧 就是父母给你买的 哪个国家对男人有像我们国家这么好 我们应该感恩 身为男人活在中国 不是 但是这个对吗 别管他 对不对 这算了 你这不是说你外国也是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你要这么说的话 对 我曾经写过一个杂感 我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爱了 都是讲钱的话 那有的是以小时计算的 有的是以天数计算的 有的是以月计算的 有的是几年计算的 有的是一辈子计算的 有点像住旅馆啊 租房啊 跟买楼这样的差别 但是男女之间你发现 结算的周期越长 越道德 所以你知道咱们文明开化的社会上来讲 为什么要结婚呢 好比说我们只要好 我们就是家庭 我们不结婚啊 住在一起 该生孩子生孩子 该干什么干什么 那么你就加了一道结婚 这个意味着什么 但这个东西就会牵涉到很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挑战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制度 比方说你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那这个姓氏怎么样传承 姓 姓 你姓豆 我姓梁 我以为姓生活 什么样传承 姓生活不难传承 用传承吗 防中术 那这种姓呢 它是需要一个法律来保证 当然你可以说我单亲或怎么样都可以 但是你必须还是要有个婚姻 做一个法律制度 婚姻现在最大一页就是个法律制度 但是这个离婚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重大 不结婚我以后怎么来坐船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